这是肥唐呢 也有可能是阿和的 听守卫说 看到阿和和肥唐一块出去之后 就再没有两人的消息了 歇眼 我们一路打听到西市 找到一家磁器店 但是人去电控 柜台上留有这个盒子 还有几张照片 还留言说 这些东西都是交给叶刘希的 之后呢 就没法再查下去了 我们知道江展一直就在黑石城 但是 从来没有找到过他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他们会不会一斜眼的人 要是想给我一个下把杯 直接把肥唐的尸体扔门口就好了 送个舌头过来 这肯定是绑架啊 那后面他们会有什么行动吗 赵老爷子 你们这儿有内鬼吧 我们第一天晚上到 第二天出去逛街就被拍了照片 第三天 肥唐跟阿和就被绑架了 出事的频率也太密集了吧 我一直在怀疑有两个人 第一个就是阿和 毕竟 他知道你们的行程 而且 他是跟肥唐一起是组的 这第二个人嘛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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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老子是方氏 你看 老子用方氏盆 哎哎哎 帅 高东 哎 你帮我求求琴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上来就绑人 他应该和血演没有关系 你要是不放心的话 派守卫 在院子外头看着就行 这怎么又扯出歇眼了 我不是歇眼的人 但是东哥 他几乎一路都跟我们在一起啊 是 不是 你 你别忘了 除了第一次在红花树 我们是偶遇 第二次 第三次 都是我们在等他 赵老叶子 我可以给他做一个担保 你试一下 总之呢 请诸位 今天晚上 就 好好休息 不要再四处走动了 有什么事情 我们明天再说 谢谢你啊 高东 我叫陈总 我叫高深 这啊 走吧 来 天哪 我叫你 有什么事 你叫我 你叫你车子 你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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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江展换了戴蛇 戴蛇和水眼的意思差不多 江展可以通过他来和你交流 我从他的嘴里 问不出任何关于肥腾的消息 是因为江展表明了 只愿意和你说话 肥腾呢 活着还是死了 权还是不权 放心吧 权的 毕竟我要拿他来换东西 但是如果你不想换的话 那就另当别落寞 那得看你要换什么 你要是想换黑石城 这一时半会儿 我可做不到 黑石城我会自己打 赵关叔的脑袋 我也会自己看 这两点不需要你来待会儿 我听说 瘦手黄扬在你手里 是吧 想要肥腾换瘦手 当然 你不想换也没有关系 毕竟 那玩意儿很珍贵嘛 那你可不了解我 那玩意儿我可从来都没放眼里 你手里的瘦手黄扬 该不会是假的吧 你这么说话就没劲了吧 我有怀疑你手里的肥腾是假的吗 颤前顾后 畏首畏尾 一看就不是干大事的人 怎么换 这不应该是你安排好了 再来通知我的吗 不过我把话说前面啊 全换全整换着 肥腾必须是完整的 不能缺胳膊少腿 也不能被人下什么前夫妻的毒 不然我可不敢保证你到手的东西 是断成继接的 你对这个瘦手黄扬 就这么个珍重吗 是你要跟我换东西 那就是你的东西 我干嘛要珍视你的东西 好 那我把这个女人留在你身边 想好怎么换 我随时通知你 还有 下次 我可不希望有一条老狗 在旁边偷听 刘夕小姐 你知道瘦手黄扬的来历 这个东西绝对不能落入江湛的手里 可是瘦手是我的东西啊 这该怎么用 应该是由我来做主吧 赵老先生 你安排刘夕回来 派人在荒村蹲守 又大张旗鼓迎接 接着带着刘夕去分了银蛇 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这个时候 还有所隐瞒的话 就显得别有用心了吧 好 男抖破鱼门 你夜刘夕 才是瘦手黄扬的真正主人 可偏偏杀出了江湛 势力还迅速壮大 两害相权取其轻 江湛和雨林卫 势如水虎 我们希望 你能够除掉江湛 接受雨林卫 这才是两权欺美之策 刘夕小姐 不知道你意义下如何 我不知道 过去的事情我已经不记得了 再说了我现在格局很小 不喜欢打打杀杀 你还是 好好想一想 不是我们硬拉你淌着浑水 再有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歇岩想消灭你 而雨林卫要支持你 所以你我是朋友 互惠互密的事情 何乐而不归呢 这个东西啊 它分主腹 主蛇呀可以直接使用 但是啊 想使用辐蛇 必须先割掉舌头 再往辐蛇接到人质里 才能使用 一般啊 都是附属别人的话 你们现在必须要等到 江湛启用主蛇的时候 就能跟那小子说话了 那这个带蛇 会一直在阿和嘴里吗 不用回收吗 要么说这东西它算整鼠嘛 这个主蛇可以生腐蛇 嘴边丢了都无所谓 但是啊有一点 你要是想从嘴巴里 把腐蛇再割下来 哎呀 那可费劲了 它绝不会轻而易举 让你把它割下来 要有技巧 口含一口烈酒 等这条带蛇嘴员呼呼的时候 抓住这个机会 一刀给它拿下 阿和 你舌头疼不疼啊 你别怕 阿和 当时你和飞堂在外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 见到过什么人 我 我见到了江湛 你说实话 你自己的舌头 是被江湛割的 还是鱼灵也割的 我刚注意到 你的监狱是鸽子 鸽子代表了抱歉 那当时赵关说 把你安排在荒村 你们俩靠什么联系 对呀 你们没有电话也没有无线电 怎么联系的呀 不是江湛割的吧 他只是给你换了 另一个腐蛇 是吧 那是 鱼灵味 都会从固定家族 固定的姓氏里选 当然 也有特殊的质问 普通人也能当选 就是年纪要求比较小 我是我父母给我选上的 是经过层层筛选 才当选上的 他们都觉得是 特别光荣的事 后来 就被慌了态舍 负责通风保险 传递消息 我问你啊 你有没有听说过我的名字 没有 我就是最近才认识刘希小姐的 江湛呢 听过吗 这个我老早就听说过 鞋眼的头头嘛 说实话啊 盗匪啊 确实应该被剿灭 但是 我对江湛这个人 挺佩服的 怎么说 他是一个最底层的奴隶出身 一辈子 一辈子无权无势 人家就能一步一步混到今天 说明这小子有点东西 奴隶出身 嗯 我听说 特别小的时候吧 他好像就被卖到黄金黄山了 哎呀 反正那个地儿 一旦进去 就别想出来 好多人五六岁的时候 都在野边挖金 一直挖到死了 那跟奴隶啊 没什么两样 后来 不知道人家怎么着 反正就给逃出来了 有点没事 在黄金矿山 走过奴隶 别的不说 一进去 那滚烫的烙铁 就往腿上 撒一下烙印了 又腿小怀又落疤 又腿小怀又落疤 多大愁啊 那你俩都很怕 没睡着啊 我哪能睡得少啊 想事呢 你想什么事 想你呢 想我什么 什么都想 哪方面都想 怎么了 咱们来黑市场这么久 发生那么多事 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能有什么想法 分身都一见一见 你说得很清楚吗 你要是再这么不相信 每天你怎么死过 你都不知道 怎么没死啊 我天生莫凡 再说不是还有你吗 嗯 可我会死啊 我 光是我 高山 小柳 我们都会死 飞堂这个事 就是给我们提个醒 不要这么说 是吗 自从我们进入到黑市场之后 接二连三都发生了这么多事 就像是提前布置好了一样 其实我一直怀疑那个赵盖手 我甚至怀疑飞堂被血缘绑架 也是他安排的 是 李箱跟我说 他说江泽之前都带了 红金控山当过努力 我腿上有个爸 他也有个爸 你怀疑你和江泽 都在红金控山当过努力啊 我不知道 不确定但有可能吗 有可能 关内这个地方 李林卫方氏一手遮天 江泽一个普通老百姓 而且还是苦力出身 他凭什么和这些人抗衡啊 他又怎么能迅速崛起呢 那他崛起需要什么 钱 人 有句话叫招兵买马 只要你有了钱 自然有人来服务 可他去哪儿弄钱啊 忘记管车 对 他有这个资源 可是 当权者的财力和人力 比他更多 所以江泽必须还有一个杀手锏 十二十块钱 物资 关内的物资极度匮乏 所以江泽必须得像 立望东一样 掌控物资通道 他才能成事 可问题又来了呀 咱们都知道 过去二十多年 关内的物资和你 是可以画抖号的 嗯 如果 如果你真的是 于林卫的卧底 那江泽就不可能成了 于林卫不可能 让江泽崛起啊 所以赵官说 至少在这一点 可说谎了 我们假设 你和江泽 从小就认识了 一块在黄金矿山当苦力 后来你们找了一个机会 一起出逃 相互服侍 共同创立戏 可早上我听你们两个的对话 感觉 他气势压不住你 而且啊 你随时可以出关进关 可以说是天赋意义的 嗯 嗯 嗯 那从这一点来说 你的身份和地位 一定在江泽之上 那有可能歇眼这个名字 都是因为你喜欢画鞋子 才起来 林亚金子 我跟你说的那个梦 嗯 我在水坑上 有看到过一只鞋子 如果按照你刚刚分析的逻辑 看到过鞋子 我又喜欢画鞋眼 那很有可能鞋眼就是我建立的 只有一个问题啊 如果江展在关内人境界之 为什么 我作为他的同伴 歇眼的人只认识江展 不认识 他对我有那么大的仇恨呢 走 抓住他 为什么 先把这个问题调过去 如果你真的和江展是同伴 你们共同创立一些人 那赵关说他一定想除掉你们的 他除不掉你们 对 所以他想办法 但我绝对不加鞋眼 成了 哎 希望这成了就好了 这是咱们想做的 好 好